OK,没有问题兄弟们,这一期视频给大伙带来一把打得非常极限,相当精彩的极限翻盘小怪力啊 好,那我们首先,咱们的国家有点一般,是个德国,他只能造团的啥时候对吧,这就没什么用了 那我们下面是一个书军,咱们必须得用碉堡先卡住他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对面也搞了一个碉堡,那没事,我们手上已经提前掐一个碉堡了 我们的碉堡也打不过,咱们再放一个碉堡下去就OK了 你看,这一波对面也放下了二碉堡,那我们也再放一个二碉堡,你看是不是,咱们的碉堡就打过了 其实咱们本来是想要省下这个钱,但是对面很明显他不想省钱,想多搞点这个碉堡,那没事 我们就陪他一起花钱就行了嘛,对吧 好,那我们啊,这个时候必须搞一个小路车,直接一个倒车入库 你看,这一波倒车入库啊,本来是想下他的基地收起来,然后顺势啊,偷他的重工了啊 但是呢,很明显啊,感觉这一波片头,从上帝视角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那肯定刚才咱们这个骗他的重工,卖他的基地要更好一点 好,那我们啊,就赶快抓住机会 这一波啊,对面是不是已经没有重工了呀 咱们直接跑到对面的后面,把他的这个牛车啊,给他打掉 好,打掉了牛车,虽然说啊,咱们掉了两个暴只可是,但是也完全不亏啊,对吧 赶快弄一个新的暴只可是,过来掩护一下残血的这个暴只可是啊 但是我们这个多功能啊,掉了,一个多功能掉了,那肯定不亏啊 好,那我们这一波,暴只直接过来压掉他的兵 你的坦克这样想过来,打我们三个暴只啊,虽然说我们的暴只有点弱啊,对不对 但是你这明显有点太过于估计深入了啊 好,那我们啊,再搞一个这个夹子车 首先啊,咱们现在报纸,现在血量有点残 先给咱们的报纸啊,修一修 至于下面的这个重工,咱们之后啊,再去偷啊,旁边其实没什么碉堡 咱们想偷啊,基本上随便偷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多功能啊,像自动文修 然后,大我可以按一下键,或者按一下Ctrl加ALT点一下坦克 他就会跟着去球了啊,好,你看,我们这一波啊,坦克给一下对手压力 然后呢,咱们顺势是不是就把他的重工啊,给他搞到手了啊 重工搞到手了之后,赶快打掉他的兵营 打掉他的兵营之后啊,这个小陈子是不是就造不了碉堡了呀,哎呀 对面啊,卖出来了功能是啊,想要把我的这个重工给占了 那这一波没有办法啊,咱们只能不要这个输进中王了对吧 好,那接下来啊,这个小陈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碉堡啊 他剩一个碉堡,没有卖,就是想骗我们去摸他的油田 那我们不上他,直接把他的碉堡给他点掉 好的,你看,我们啊,把旁边的脸子给他打掉了之后 是不是就消有优势了呀 哎呀,那我们啊,就可以试一下右边的这一色框了 正好啊,咱们的这个修车,有一个是残血吧 咱们再重新组一个修车过去修一下 其实啊,咱们在打这种小块地带框的地图的时候 还是能归得住的优势更大 好,那我们这一下啊,直接把下面的这个框给他移开 哎呀,这怎么来了个光能塔呀 这瞬间啊,就把光能塔给造过来了 那我们啊,现在不知道青色家里是什么情况啊 那咱们就先把这个基地,拉回家里面,开一下拳图 要不然的话,咱们也不知道这个青色啊,最近有多少的兵力呀,对吧 然后啊,咱们展开基地,打开拳图一看,不对呀 你这个小青就这么点坦克 这也未免太过于猖狂了吧 咱们直接用狗狗去挡一下光能塔的第一一下 然后坦克吸一点反拉,再过来点一下他的坦克 然后左边又来了光能坦克 哎呀,那这一波咱们就有点难受了啊,左右为难 左右啊,全都是过来打我们的人的,对不对 那没有办法了,咱们家里的这个雷达啊,只能把它卖掉了 再过来点一下青色的电场 这一波咱们啊,想把青色给直接打死的话 会损失极其严重,而且你看,左边的黄色也来了 那观众可能就想问的,怎么都打你呀 因为这都是咱们的水友 水友都比较喜欢打我们 哎呀,坏了,咱们这一波基地 修的这个血量有点不够修啊 修到一半没钱了啊 基地被下面的小青给换掉了,这就有点伤了 那我们呢,赶快过来打一下小青的家里面 但是小青有两个光能塔,那还是算了 这一波啊,这两个光能塔 虽然说咱们能把它给打死 但是打死了之后我们的坦克也没多少 而且,咱们现在手上是没有边缘大 我们的这个夹子车啊,是最后的绝版工兵了 这个时候啊,直播的弹幕 或许都会说,哎呀,无了无了无了 这把,退,啊,主播退了吧,你还在挣扎什么呀 但是你这,你这,这你得知道 我们没有基地的时候,那才是有基地的时候 好,那我们的坦克啊,直接过来点爆他的坦克 然后偷车,哎,一不小心藏到这边基地的后面 他都没有发现我们在偷车啊,对不对 赶快把这个基地啊,给他拿回去 然后就在这个车,我很紧张啊 粉色你的坦克想干什么 啊,咱们啊,还好有一个掐入头的身位啊 粉色的坦克并没有往上走啊 其实这一波粉色的坦克要是往上走的话 虽然说我们有三星坦克 但是肯定是两败巨伤的 两败一巨伤,左边紫色是不是就无敌了 所以这一波啊,这个粉色一看,哎哟 好像不太脸打呀 那这就好啊,这要是粉色过来打我们的话 那这一把咱们的素材就直接没了 毕竟啊,小快递这种地图 你这两个车轮站啊,都已经很难顶了 三个车轮站,咱们已经打完了 四个车轮站,你要是再来 那是不是就有点完全抵挡不住了 这神来啊,这外挖来,我估计都不太好打了 好,那这一下的话啊,咱们赶快啊 再多造两个这个防空 下面的这个小青啊,现在搞这个飞机过来扎我们的东西 这就有点难受了呀 并且啊,咱们现在,这个框 非常的关键,但是我现在 整个车我也不敢过去开放 基地一收起来啊,我们手上没有叼棒的情况啊 粉色假如杀色真的冲过来 那我们就直接飞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波啊,这个牛车是远程采光 其实远程采光啊,也足够 结果这一波青色的飞机啊,过来打我们的防空了 哎呀,我把弓兵放下来啊,想要防空了 结果弓兵被逮捕了 你这就搞得我有点生气了呀 那我们呢,再多照点啊,防空车啊 哎呀,左边的紫色已经高科技了呀 那这一把不用说了 这个紫色绝对是个大boss呀 那没有办法了呀,哎呀,这紫色导弹传统了 哎,小粉你想干什么啊 哎呀,结果这一波啊 这个小粉坦克,哎呀,跑到左边去了 难道他是觉得左边的紫色太强了 他准备去打紫色,拿个肥手套了吗 嗯,现在最一把的这个局势 谁胜谁负啊,完全取决于这个紫色 紫色打谁啊,谁就基本上赢不了 好,那你看,我们现在啊,两片的矿剧也已经开下来了 右边的青色啊,也不容小剧 咱们之前因为他手上有光的塔 所以导致啊,完全打不掉他 哎呀,这一波啊,这个粉色确实有点强啊 粉色的导弹传法,右边玩塔 帮到一个小绿直接带走 哎呀,粉色的牛车来了 绝对不能得罪粉色 哎呀,咱们赶快A一下地板 你看,啊,自从啊 我们没有打掉粉色的这个牛车之后 粉色现在绝对对我们感激体力 哎呀,原来我认为这个小蓝是我的大体 没有想到现在一看这个小蓝啊 他是我的兄弟啊 我的牛车过去 打他的这个灰状坦克打掉了两个血 他的灰状坦克竟然不还手 哎呀,这绝对是过命的兄弟 咱们绝对要跟蓝色联手去共抗紫色 你看这一波粉色是不是 已经被我敢弄到了 好,但是他把我左侧的这一边矿给他开了 其实我这一波啊 这个电场颜色是打算看一下左边的矿呢 那没有关系 啊,我跟粉色这啥关系啊 就把他吃矿那就吃啊 随便吃 咱们完全不可能去 不让他吃我的矿呢 好,那既然啊 咱们跟粉色已经建立了这种春王齿寒的关系了 那必须 好兄弟一个场啊 但是小青啊 小青不是好兄弟啊 小青赶快带着他基地 他打掉我的基地 咱们必须得报仇啊 哎,结果你看啊 小粉跟咱们哪 直接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强 哎,那这就不用说 非常好 你看小粉直接把高鹤照到了我们的脸上 很明显这是非常信任的伙伴关系 好 那这一波啊 咱们 其实今天还是很不错了 赶快把那高科技给他搞出来 现在啊 跟你们说 这高科技实在是太关键了 那我们的这个船长啊 我一想这外面有点太装了 这一往外面照 我估计这粉色说不定 都对我反物成城了 那没有办法啊 咱们照到家里面 用这个脸很大 先给他自己了 哎呀小粉你干嘛 这个经络铺 啊,对 咱们很相亲小粉啊 咱们跟小粉那是 什么 那是兄弟啊 啊,兄弟是什么关系啊 兄弟会 手足相残吗 那怎么可能呢 好,那这一波的话 咱们先造一个爱国者 我有点害怕 先造个爱国者 咱们多高点防空 要不然这些鸡肉部好像是有点点不错啊 那这个时候啊 也就有观众说了 那你造神盾呢 那其实啊 这个神盾咱们也不好 呃,这个神盾咱们应该怎么放啊 这个上面造神盾其实没有用啊 咱们应该是 手上插一个神盾 手上插一个船长 然后等他的基罗夫过来 在他那个兵营上面的那个海那里 瞬间造一个神盾出来 然后打他的基罗夫 这样才有用啊 但是我这一波也不能打 你说一打这EV2 咱们小盟军这种就是EV2 这下面都上面放了 这还玩什么 哎,结果这一波啊 这个粉色的核弹 这个铁弹造出来了啊 这小青说 你在中间造超武 你这是在玩火 咱和粉色把他的这个铁木给他卖了 这 哎呀,其实他卖了 有点不太好啊 因为现在粉色是最强的 依照目前的局势啊 肯定是打粉色 概率最高的 其实这种地图啊 这个铁木只要能守住 坦克一打赢 对面家里肯定直接就没了 好 那咱们呢 也发现了 目前场上肯定是一种 这个你牵制我我牵制你 的一种均衡的关系了 让我们呢 赶快把这个基地 拿到一边 该开的框 肯定得开一开了 对不对 好,然后你看这个 哎呀,粉色你干嘛 基罗夫怎么活 基罗夫怎么过来 就跟我打招呼了 哎呀 哎呀 哎呀,这又干嘛 你别吓我 哎呀 你说这个粉色的基罗夫 啊 他搞我家里这个门口在前前 咱俩 虽然说互相开放空域了 但是难免会有点插枪走 啊,这粉色 咱们也死不得上 好,那这一波啊 咱们右边的矿一开 这个矿啊 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了 咱们给右边造一个矿场 下面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远程吃一下矿了呀 主要现在啊 紫色的经济合战 太好了 咱们要是跟紫色 啊 跟粉色开战的话 那紫色没有打过了 啊 这粉色怎么造了 这么多的这个基罗夫啊 看下他造坦克 这个坦克数量啊 肯定也是非常小的 好 那你看我们 牛车啊 直接飞到下面去 准备吃一下下面的这个宝石矿了 咱们呢 能捉两口的就捉两口 这个矿啊 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哎呀 结果小子来了 赶快牛车飞走 哎呀 上面牛车想飞走的是 这个坑被 右边的这个牛车把坑位给占了 这个牛车 这 要是严格来说 他应该上局势法庭的呀 那这个破牛啊 好 那我们啊 既然跟小粉是兄弟 这个矿石经济场 必须 演造的 啊你干嘛 你说这个小粉 他老没事 动一下基罗夫 啊老没事 可是基罗夫跟我面前晃 哎呦 你这不 这让我有点为难嘛 啊 这舍不得打的呀 好 拿这一下 哎呦 紫色把铁木造出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现在紫色手上的坦克数量挺多的 因为左边有一波 右边有一波 就在我们准备赵剑尼 过去偷对面中锅的时候啊 结果呢 粉色的中锅被炸了 但没有关系啊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 粉色这一波啊 绝对要跟紫色开战 那没事啊 咱们刚好抓住这个机会 把他的兵营一偷 就是粉色这一波坦克怎么进去了 在打对面的船场啊 在打对面的围墙 打对面的船场 一个坦克都没打掉 我的妈呀 然后他的基罗布 他的基罗布 这么多基罗布 怎么用得跟一个一样 这么多基罗布 就打了个船场啊 哎呀那坏了 咱们这下要 毒素面对 发财的极强的小子了 不过啊 这一波咱们偷到了一个兵营的行 这是一个巨大的独立 那我们肯定顶不住 铁木黑坦克 在这么多系列网里面冲啊 赶快准备一个坦雅车啊 先搞一个这个 大兵车去阳攻一下 但是没阳攻到 对面的坦克把路口都占住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也就只好赌一把了 路边的坦克他路口漏了一点对吧 但是啊 对面这一波坦克直接 哎呀 也动了一下 没守住啊 那上面的这个路口 还好我们有练合 骗了对面的铁木 但是很明显 上面的建筑全掉了 但是啊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卖掉建筑之后 建筑被打爆之后 放出来的这些一星大兵战斗体很强 我们依靠碉堡加一星大兵 你看 这一波 是不是把上面的这一波坦克啊 就给他折住了 但是下面的这一波坦克 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坦克赶快准备过去 跟小指换夹 你看 这一波小指的这一些犀牛坦克 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说有很多啊 被打冒烟了对吧 赶快咱们用这个一星蚊子 给对面挠一下头 只要能打掉一个坦克的话 咱们的优势就上来了 你看三星的蚊子啊 输出火力还是很强的 赶快拿三星的过去探一下头 哎呀 这么多合弓嘛 那这一下就有点危险了呀 现在这个紫色是 究极 肥肥 完全体啊 还好我没有兵炎 这些阴心那边还是有点东西的 对面过来 亚冰拉子正中我的拳头 赶快过来掐入他的尾巴 你看 这一波啊 对面亚冰的坦克对线不好 直接掐入他的头 反点他的三星 把他的坦克全部点包 好那这一下的话 咱们好像啊 就有点机会了 对面的操这个 田木 就暴露在我们的 眼面前了对吧 赶快一波冲过去 把他田木打掉 要不然呢 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碉堡 之后再说 田木必须得先掉 好打掉对面的田木 赶快打掉这个中光 然后啊 我们也发现了啊 对面的坦克是从左边出来的 那就说明啊 左边还有一个中光 赶快进来 对面坦克过来了 直接点射他的坦克 过来再点射他的这个 这个碉堡 五位级啊 必须得赶快点掉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坦克一失误 吃一波五位级就中伤了 对面出这个小蜘蛛了 赶快点掉蜘蛛 又出来一个蜘蛛 哎呀这一波点射 点到了 但是暴露殼射的射程太近了 好咱们呢 赶快能打掉对手多少 坚主就打掉对手多少坚主 哎 基本上面粉色粉色起来了 哎呀粉色还有蜘蛛 赶快传送掉他的蜘蛛 这一波绝对不能让蜘蛛起来 这边有蜘蛛 赶快过去压掉他的蜘蛛 哎呀但这一波你看 刚好啊 咱们的这个boss壳子 想压住的时候 给对面当了一个屏障 赶快用航母过来 打一下他的这个蜘蛛 但是还有一个坦克没有救出来 赶快再用航母 打掉另外一个蜘蛛啊 哎呀那这一波的话 咱们这很关键啊 哎呀左边的这个坦克就回来了 赶快动一下 你看这个坦克啊 就是一个纠集的蜘蛛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辆坦克 好 那这一下的话 咱们是不是有一星的大名啊 赶快过来打掉电场 练三星 打掉三星之后 咱们的三星是不是就可以 打掉外面的这些 所有的建筑了 好 那我们这一波啊 抱着格子 赶快去追杀对面的基地 哎呀但是下面的金色还有一个冰淫 哎呀这个冰淫 就有点关键了 咱们得想办法 过去把他的这个冰淫 给他打掉啊对吧 首先我们手上的这一些冰很重要 现在咱们先不要管粉色了 粉色暂时啊 他建筑造不出来太多 咱们的大兵 站住最好的一个点位 你看这个大兵啊 点色的这个点位非常的好 直接站住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射位置 咱们赶快用大兵 扫掉他剩下的这一些好兄弟 然后我们的抱着格子打算单杀兵炎 但是抱着格子太丢人了 打这个兵炎那实在是打不掉啊 但是还好我们有队长 队长过来赶快拆掉兵炎 那现在啊 右边还有一个这个粉色 粉色出了一个弓兵 你不会想占我的超时空吧 哎呀那这一下的话 其实咱们还是有点风险啊 另外哎呀 至少的牛车拉过来了 这就坏了 咱们的报纸盒子打不过牛啊 那这一波超时空怎么办 咱们的坦克没法过去处理下面粉色的这些兵炎 这些对面的牛车 哎呀这牛车把我给扫烂了 所以说咱们的超时空啊 可以丢一下他的牛车 但是这一波我抢了一下还是算了 要是丢牛车的话 咱们的航母跑不到下面 可能打不掉粉色了 那没有关系 这一波航母要跑到下面 赶快过来打一架粉色的这个兵炎 不能让粉色的兵再进去多了 咱们的兵也那实在是保不住 那保不住就算了吧 这一波再保不住啊 那就直接完蛋 赶快用报纸盒子配合航母 咱们得打掉下面的粉色了 然后你看这一波紫色啊 就过来打我们的航母了 打我们的航母我们不怕啊 我们的航母的飞机啊 打他牛车也是有点酥酥的对吧 但是报纸盒子就很尴尬 报纸盒子点两炮就得走 要不然就要被牛车的这个机枪啊 给他扫爆了 咱们的航母啊 没有想到竟然有一个特别扫爆烟了 下面的好兄弟过来打我下面的这个航母了 哎呀这个航母有点走不掉了 血量太低了 跑得有点慢了 咱们又操作一下中间的这两个航母吧 直接把中间的这一些牛车全都给他打掉 哎呀这个牛车已掉 咱们的优势啊也就来了 但是实际上啊 咱们也是因为丢了右边的一个航母 导致又这最后啊有一个小伏笔啊 不过虽然说右边的那个航母 即便不丢啊 右边这个伏笔也是很容易会出现的 因为我打不过他的威 好那我们呢 之后这个伏笔就等到之后再说啊 咱们先处理掉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兵呢 对吧你看 把这些兵全都处理掉 现在啊对面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进攻的东西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啊你们仔细注意一下 紫色的这个船场的爪子动了一个 哎那就说明啊 他造潜艇了对吧 啊爪子动了一下咱们没有看到东西 那绝对是造潜艇的呀 好咱们过来用报纸 接下来啊就可以慢慢拆掉 这个紫色剩下的这些建筑 啊其实这个时候啊 我认为啊咱们已经胜圈在握了啊 他的一个五位级战阶 想处理掉我们的这个报纸 那好像有点艰难的对吧 哎咱们的报纸接下来啊 只需要慢慢走位 把它剩下的这些建筑 全都处理掉 那不就行了吧对吧 直接打掉船场啊 然后这个紫色啊 要把外面的这些建筑全都卖了 好咱们过来啊 能拆掉一个建筑 咱们就尽量拆掉一个建筑 哎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发现了家里面 哎呦还有两个电厂 哎不对 电厂啊不能直接卖掉 赶快过来啊 用报纸格式 打这个电厂 因为建筑在卖掉冰的时候啊 它会出双倍的冰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基地啊 它会出来好几个公司 会有印度基地 这就是因为基地在卖掉 跟被打掉的时候 同时出了两倍的这个冰 它有的时候呢 终于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公司 好 那我们这一波啊 赶快 抱着合着 看能不能达到这个船场啊 哎 这这这这这这 这都打不到 那赶快给我们的大冰啊 练个星 哎呀当然这一波 这个紫色 紫色不给我们练习 把金主全都卖了 哎呀那这一下就有点难办了呀 咱们这没心的大冰 即便能够得着 那也只有 那个最靠近的点位能够得着 对面的五位一炸我们就可以了 这一把感觉要平局了呀 好对面的这个五位过来一炸 一炸 这咋打呀 抱着格式带 哎 这个时候一声响啊 就提醒我们啊 这个水里面有潜艇 我差点都忘了 哎呀 那有潜艇那不就好说了吗 对吧 咱们拿潜艇过来练习呢 好 你看这边啊 刚好卡了俩潜艇 但是我们得小心一下他的导弹啊 我们的这个抱子格子 得控制一下他的这个五位剑 不能让他的五位剑啊 靠得太近了 好 咱们的大兵啊 至少拿他的潜艇练兴 即便他想制裁 你看 他想打掉自己的这个潜艇啊 但是没打掉 那这一下的话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再另一个大力量 哎呀 这一波抱子格子不能K头啊 哎呀坏了 让三星的这个大兵啊 K到头了 咱们这一波打的也是有点着急了 这边用他的这个五位剑想要打掉自己的潜艇 这潜艇搞得我们实在是有点着急啊对吧 哎 你这就提醒我了 原来这里还有潜艇 赶快三星大兵A一下地板 哎呦 咱们的大兵掉了一个 赶快打掉一个潜艇 立刻撤退 哎呀 那我们啊 就有了两个三星大兵了对吧 但是实际上啊 即便有了 这两个三星大兵 咱们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危险 哎呦 这右边的海 还有潜艇 但是这个潜艇对我们来说啊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接下来啊 就是要打掉他船场的最后时刻了对吧 但问题是现在这船场有点不太好打啊 咱们先过去啊 把他的这个油田给来打掉 说不定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双方消耗钱的一个阶段 如果最后要拼修理费的话 那这个油田必须赶快把他给打掉 好咱们仔细观察一下他的这个五位剑 首先 这个五位剑绝对不能让他升到三星 所以我们不能造运输权 造运输权升到三星的话 咱们这辈子都打不了他了 说不定 如果咱们硬要说用bug的情况下 这个紫色 他有足够的钱 我们挂机的话 这个紫色是能把我们给干掉 因为他用洲际导弹加运输权啊 是可以上岸 然后把我们的剑绿全部给他炸掉了 那我们这一步啊 这个风险其实挺大的啊 得慢慢观察一下他这个五位剑绝对干 这一步啊咱们得预判他的预判 然后他得预判我得预判 然后呢 我得预判他的预判得预判 所以这一步啊咱们必须得小心谨判 不过这个紫色也有个失误啊 他的这个导弹船啊 为了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不被我们的灰色坦克给打到 他的这个位置有一发导弹 发到地图歪了去了 你看 所以我们这一步啊大兵 危险就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先把他这个海螺啊 给他打掉 但你看 这波这海螺还有点肉 而且被打了两下 他直接就过去虚了 那刚好啊咱们大兵找到一个神位 赶快过来点一下他的五位两张 只要咱们能把他的五位啊给他打掉 甚至优势就来了啊 而且啊我们这个大兵 绝对不能死掉 乃至一个啊 死掉乃至一个就非常危险 哎呀这一波被炸残了 赶快我先往里面走啊 先往里面走 他绝对预判我们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走到他之前炸的位置 那我们的这个大兵啊 这次就一波直接走脱了呀 那其实现在啊咱们打不到他那个位置战舰 但是我们一看啊 是他的这个五位级战舰 这个位置 咱们右边的大兵可能能打到对吧 你看他这一波预判我了 咱们直接走到最里面 走到最里面 他绝对预判不到 直接过来点掉他的这个五位级战舰 他现在五位级战舰量有点低 哎呀左边大兵要没了 赶快大兵往后翻拉一下 哎呀那这一波的话咱们就 这个顺利啊打掉他的危险了 这小海龙还跟我们单挑 好你看这一下的话是不是 这个紫色的船长 咱们就可以把它给抬走了呀 两个大兵啊 左边右边啊直接一波夹脚 那兄弟们这一把是不是非常精彩啊 点赞关注肯定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对吧 点赞关注真的太缺了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点赞 也关注与支持啊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